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非常简单好吃营养的鸡蛋布丁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教大家做过 不过今天的更简单只有三种食材而已 在家里头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做了 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食材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非常简单哦 我们的食材呢就包括了鸡蛋糖还有鲜奶 就只有三种而已 现在倒入牛奶 我们已经刚刚倒了200cc了 那么总刚倒400cc的鲜奶进去 所以呢我是用小朋友的这个奶瓶来做测量了 所以我现在再倒200cc的鲜奶下去 开中小火就可以了 开小小火就可以了 好一定要再比这个火更小一点点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加两池糖 把两池的糖加进去 好这是第二池糖 然后稍微轻轻地搅拌一下 然后稍微轻轻地搅拌一下 煮到像这样旁边有一点点微微的冒泡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打两颗蛋 然后在打蛋的过程 记得不要把太多的气泡给打进去哦 这样轻轻搅拌就可以了 所以这布丁完全是用鸡蛋跟鲜奶还有一点点的糖做成的 把蛋打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牛奶冲进来 在冲的过程记得要不断地搅拌 像这个样子 好其实这样我们的鸡蛋牛奶布丁就快要完成了 所以刚刚鲜奶的温度不能太高 不然现在可能变成蛋花汤 接上来呢只要很简单地过筛 这样让鸡蛋布丁的口感可以更加绵密 其实大家在蒸蛋的时候 也可以用运用这样子的方法 就可以跟外面的蒸蛋一样 比较绵密像布丁一般 那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布丁 所以记得可以先过筛一下 好这样就完成咯 我们 把准备好的杯子拿过来 那就这样一杯一杯把它摇起来 再拿到电锅去蒸一下就好了 那么电锅在蒸的过程就跟蒸蛋一样 要让它绵密的话 记得电锅的锅盖不要完全盖紧 稍微留一只筷子的空间这样蒸出来的 今天布丁就会好看又好吃 我们现在把布丁放进来蒸了 里头也加了水 那盖上锅盖之后呢 记得让它留一点点空隙 大约是像可以放一只筷子这样的空隙就可以了 布丁冰在冰箱四个小时之后呢 现在拿出来 哇 它是像这个样子 看起来非常的软嫩美味 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 我先把银 你先试一会儿 看起来 撒丁冰箱四个小时 DC Jump了 就需要一根箱子 炸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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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